請敬金 我們政治學院者的協會主辦的記者會和擔任會 在伊丹雲主持人全部政治學院者 我們沒有請外面的人 這個聲明是香港中國無力化行動和解放劉曉波的聲明 由我們的代表就能夠委員來選擇 在我們面對 可以說從阿拉伯事件的蔓延開來 可以說是本世紀最重要的一個 一波的自由民主的潮流 我想民主自由它是沒有制度之分的 一個保守的阿拉伯世界 他們都可以展開這樣一個很難得的 而且力量非常強大 在一個月之間都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 甚至衝向全世界 現在盛了一個最大的一塊的裂域 就是中國大陸 衝向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土地的時候 我想你今天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面對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呼籲 中國的領導人 應該要學習台灣 就是聲援中國茉莉花行動 釋放劉曉波的聲明 台灣歷經數以十年紀的常識抗爭 才自強權的手中贏得如今的民主 民主爭取不易得來更是珍貴 任何想受過一絲文明思想的人 都知道民主是一個不爭的普世價值 更是世界潮流的唯一的趨勢 但是2012年12月17號 民主之火從北非土尼西亞席捲而來 短短的時間奔解 以回教為中心思想的強權主義阿拉伯國家 蔓延至中東 以及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集權國家 也就是中國 這一波燒不進 也不能讓它燒進的民主之火 正是茉莉花的革命 這可能是21世紀中 最重要的一場戰役 而得以然成為民主國家的我們 為這場戰役我們貢獻了什麼呢 就從中國獨裁共產黨的代表 陳雲林最近來台 約有20名來自台大也好 政大、清大跟東海大學的學生 組成的226學生自救小組 他們前往台北市信譽區 向陳雲林來抗議示威聲援茉莉花的革命 去遭遇到警方蠻橫的一個對待 我們的民主自由 在馬政府執政以後 全然倒退了數十年 只要有中國官員出現的地方 台灣也難得變身成為一個可恥的一個警察國家 那茉莉花革命正在中國各地以兩會行動代號 隨時號召群眾 台灣卻在這個時候打壓自己的人民 馬政府到底是做了什麼呢 身為一路爭取民主犧牲奉獻的政治受難者及家屬 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台灣繼續沉淪下去 我們特別在這裡提出原制的聲明 聲援茉莉花的行動 並且要求中國立體釋放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劉曉波 台灣二八五十年代來是恐怖 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 政治受難者及家屬代表周慧英 謝謝 民主時代民主人權是世界都要追求的 劉領霍為了要求中國 實際他們的憲法要改變 對我們這裡的一樣 我們以前為了台灣 要實際民主 實際憲法人權也要改變 所以這時候可以把他們提完 因為民主人權是不國家 你今天台灣如果有民主 中國也沒有民主 我們跟我們過得很辛苦 因為它是我們旁邊的一個強敵 還有一個強敵 還有一個很大的民主 所以如果好的時候 他對我們來說是好 如果不好的 他對我們來說也不是好 他又對我們 他又對大陸的壓心 所以我們今天 政治團的代表 我們政治是人家 以前為了台灣的歷史 為了要建議一個民主人權 自由的國家 我們醫生奉獻 有很多東西 來醫生 有一個人 跟四十年 三十年 二十年 我們這些人 所對於的 就是人權 就是民主 就是以人民做主 的 整個體制 我相信中國 有一天同樣的行為 所以在這個 有人像我以前在拍拼 這種事 我們應該幫他提完 應該幫他提完 這是應該的 我們很感謝 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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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簡單介紹 我們政治是人家 代表我們政治是人家 這個官員 就是這個案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聲音 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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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塞到一台車 載到金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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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 就是教育到 台大法委的同學 還要載到五十年 我全台灣去串連 對台灣政治 是人家聯義總會 那時候 就是電燈用薪 新鮮 拿10萬塊出來 國賓大飯店 常常我們開始開花 我們的主持人就是蔡英全新鮮 要為了蔡英全新鮮 主持我們這個婚姻 還會坐在家 這是我們的前輩 我們政治反這個事情 我們是對教練的歷書開始打名 我跟人介紹 每個中二年就來看 為了主持人要教練 為了教練教練 我像特歷書 我之前就很喜歡特歷書 我剛才沒去受到美國基本的影響 我跟他特典國歷書 在學校的時候 中文都課一百分 三民主義就自己都做好課 但是我的書課不一樣 我的書課是說 站在人民的角度 不是站在統領才的角度 我像他說 在中國的書上 他純粹這支支援國的時候 電腦可不可以發展 書上開放 建造之後 譬如說 譚太宗 是說送到簡單的談話以前 結果他都是站在統領才的立場在看事情 那如果站在人民 老闆是在看事情的國家 我身上都很像純粹 像康太宗文的 所以我皇室又說 啊 台灣要動力 還要出現 我們在日子宗中發生 我才去救救這個 我小孩就是要關 關出來之後我又特大來上學 在上學的中間 我們也是用管理的角度 所以我們今天 台灣政府是來這裡關的客戶 我們都是為了 以前為了台灣的民主 台灣的政權 台灣的結構 這個結構最重要 就是說要有民主、民主、民主 他老北的社會主 這才是我們政黨的 孤孤長的 會台灣人這張貴料好的生活 反正在國外在走 我在國外在做什麼做什麼 我跟他家出 台灣真的夠好 台灣回來了 回來了一個家 雖然說這十年的經濟 有一點沒進步 但是我們人權的民主 我們好比 各方面回來 這真的是世界是一流的 這裡是都 大家全家人去打招 那一招來 不是鐵拔下來 當然我們在政黨 以前 就是這個我們來犧牲 所以我今天 又跟我們關心 我們又怕台灣 有人把我們賣去 又台灣有人把我們走 不是我們台灣人要挨下去 所以我們又跳出來說 我們今天不是要 針對人的一個政党 不是要針對人的一個好選人 但是我們是關心台灣 我是希望台灣這個民主政治 自由民主 老百姓 可以為到自己的經濟去打招 可以為到自己的利益 利益 自己去租款 可以當主人的時 這是最重要的 我在國外在走的時候 我剛才二十年來 我都在國外在做生意 在國外在做生意 在國外在做生意 這是很不簡單的就對了 台灣這麼好的留守 這麼好的 整個社會 我希望在我們這台 堅持 繼續 讓高台更好 不可以 一天 把我們出面的台灣人 把我們贏到台灣 走到無法 對 相反的路 不是民主主的路 這是我們今天要騎車的說的 我們今天 我們這句話 我不是針對人的路 不是針對人的一個政党 我們是騎在台灣的歷史 騎在台灣的人民 這段來講這些事情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